多伦多佛光山动员了佛光人前来布置道场 要让道场亮丽的迎接新的一年 同时呢另外一个地方在多伦多市区也有环保团体 发动清扫世荣 呼吁要还给市民以及野生动物干净的生活环境 用各式各样的小灯泡点缀行道数 多伦多佛光山把握还没降雪的时候 用新气象迎接新春 户外的布置美化的环境工作将为期三周 从道场的栏杆到周围的露宿小树丛 榜上装饰的小灯泡期待夜色的来临 点亮佛光山的道场 同样在多伦多唐河谷区也有环保团体把握好天气 卷起衣袖弯下腰捡起垃圾 把握机会整理绿地和水源 让大自然恢复原本的样貌 还给野生动物适合的身处环境 我们在下方的小灯泡区 我们每年都在下方的小灯泡区 很棒的大型的人们 每天都在下方的小灯泡区 每天都在下方的小灯泡区 都在下方的小灯泡区 这都是要为了迎接更美好的生活 人间卫视加拿大多伦多综合报导